北台八县市合作宣言 而这个五县社首长都到了 那感觉起来只有新竹还有苗栗 高宏安中东井没有出席 但他们都说因为有既定行程 在这边我还是请教兵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侯友宜其实当然希望 进行所谓的非律整合 但在这一块的难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 挑战很大的 其实我说真的 国民党的策略完全错 也就是他们一直认为说 我要想办法去整合在野势力 我要想办法去整合郭台铭 我要把这些势力全部都整合起来 这样我才会赢 逻辑上好像对不对 其实刚好相反 错了 其实要整合别人 你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就是你要比别人都强 你要够强 你才能够整合别人嘛 你别人家若你整合个屁 是人家来整合你 所以我觉得 朱立文之前一直在等等 等在那边说 我们不要太去惹郭董生气 也不要让柯文哲生气 我们大家做的好好谈 不可能嘛 因为这世界上 就是这么现实很简单的 大家都在看 如果你国民党真的够强 你推出来的人实在是太强了 我拼不过 我跟他去拼完全没有任何好处 只有我被边缘化而已 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谈条件 但如果说他让你觉得 比如说最近的民调都显示 柯文哲始终都在20%几啊 那我干嘛跟你谈 我跟你谈干什么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他自己也知道 他选上的几率不高嘛 所以他要的是什么 就是让民众党极大化 所以如果真的他能够冲到20几%的投票率 那民众党搞不好拿到20几%马上 马上可能他的不分区可能搞到10个人啊 那个就很可怕 对他来讲民众党就真正站稳了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这个当然是他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啊 可是问题是 如果国民党自己能够内部先整合好 你内部先整合好之后 赶快踏出稳健的一步 想办法把自己的民调声势整个拉抬上来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就变成只有蓝绿对解 根本没有第三势力存在的可能性 这样子你要去整合人家才容易嘛 因为对方没有筹码跟你谈嘛 这个时候是看你释出善意愿意跟对方怎么谈 这样才有得谈嘛 所以我觉得柯立伦之前的步骤完全错 那国民党内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了越来越心急了 所以心急之后他们也开始有动作 今天不是有新闻讲说什么很多 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可能要串联啊 要出来逼宫啊 我觉得也不要讲成逼宫这么难听 这就是一种表态嘛 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人支持郭董 他也挂看板也表态啦 那只准支持郭台铭也表态 不准支持何谓也表态 搞不好有人支持韩国瑜的前两天 不是在办大会事吗 不是就这样子吗 所以大家都表态嘛 民主社会嘛 是大家都表态嘛 表态之后 然后我觉得重点是 不管是哪一方表态都OK 但是就是党中要赶快决定 不要按照原来那个旗程 慢慢拖慢慢拖慢慢拖 拖到五六月 我觉得可怕在哪里 现在已经四月下旬了 请问一下 真的有人知道国民党的办法是什么了吗 还不知道耶 没有人知道啊 国民党的总统要不要初选 初选的办法是什么 没有啊 没人晓得啦 没有初选啊就征招啦 不是 可是他征招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想办法 因为只讲了一个民调 那民调到底怎么办 你就算要办民调 有一个办法找几家民调公司 要怎么做 你都要有办法出来啊 什么办法都没有 没人知道啊 那你这样就会让人心惶惶嘛 老实讲要整合别人 你自己先要站稳脚步 自己的脚步都没站稳 你整合个屁啊 所以我真的拜托 国民党赶快动吧 不要在那边拖死狗 不过侯友宜一直在动 压着划水 比如说这个侯友宜替前退 不会主委 许立农主寿 被认为资格来咯 就是要抢攻深蓝选票 因为知道在党内 深蓝这一块对他有疑虑 深蓝和军系对侯友宜 不是那么亲近 军警一家 侯友宜出身警戒 这一回探视蓝军向来 视为铁票区的军事大佬 许立农意义格外不同 也显示侯正宜已经默默展开了攻势 就等国民党征召之后起跑 问你什么时候征召 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要请教这个浅秋 就是你怎么看侯友宜 这一次前进新加坡 他前进新加坡期间呢 会晤了这个黄巡才 黄巡才是副总理 同时是下一任的领导人 接班人 两人会面的消息公开了 在4月21号 侯友宜临时改变的行程 拜会了新加坡经发局副总裁等人 外界一直在传 当天有一个不公开的行程 所以大家有问 是不是见了李显龙 侯友宜笑而不答 我想说浅秋好像 对于这个侯友宜这边 有时候会有一些内幕消息 我倒过来回答 先讲你这边后面 这个新加坡 以我个人过去的经验 应该是有见 我个人认为有高度的可能性 那经验是什么 也就不方便告诉大家 那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是蛮合常理的出访的判断 新加坡可能给你的善意 这个程度到哪里 给了面子了 副总理够了 这是对外的态度跟表现 毕竟他在国民党内还没有正式被提名 那么但是侯友宜我必须要说 他的团队其实动很久了 早就在动了 但我总觉得我必须客观讲 侯友宜真的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2020的时候没有想要站出来 没有想要请别人请你出来帮忙 别人请你出来站台 别人请你出来像这样的大团结的画面的时候 你不见得愿意出来 偶尔千拜托万拜托的时候出来一下 你当时展现的是什么样的热度 你跟其他各个县市的互动 或其他的党内人士的互动如何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还的时候 当你真的自己出来要参选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党内现在挺你的这些人 还有哪些人挺你 其实这就是历史会轮回 轮回到你身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换他必须要更谦卑 更努力的去整合 更愿意付出一点点 对于党务的关心 或是除了自己的事务以外 对其他县市或整个台湾的政策的关心 这个才是他现在最大的升级的挑战 不过这个部分他是不是在2022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改变了 就走出去了啦 他当然努力要走出去 努力表徐立农等等这些人 他想要更多的支持变得柔软了 那很早前我就讲过 他之前就已经提了一些国家政策的白皮书 内部的团队就已经在做了 那么甚至其实跟党中央好像也对接完成了 那其实几乎就是定于一尊 就是党内也有默契就是他了呀 那只是插在党中央 就像刚刚兵哥讲的程序不明什么不清不楚的 让郭台铭先生抱持了非常高的期待 那怕他失望之后就去皮面啦 所以得罪不起 所以现在只能只是走完程序而已 对于国民党中央来讲 根本就已经准备侯友宜啦 就是拱着等他上去了 而侯友宜其实跟党中央意见会完全一致吗 当然也是没有的 他会完全照着朱立伦的访美的路线 中美的路线 台海的路线 不一样 宏友宜很清楚的是要走他自己的路 而这个路呢 刚刚董哥说要走蓝绿对决 可能就要往这个路上走 他不要 他要的是中间选民啊 他没有蓝绿对决啊 所以在两岸的论述这个议题上 他一定会走得相对温和 甚至相对的没有那么具体跟明确 就像他提的这个4D上次我节目上陈 曾经提到的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像新潮流这种风格 可能不会有的 还会还是有很多啊 只是讲理念 讲中间不批评不攻击 那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像2020那样的 论述的不同的角度 那么齐海漂洋那也不见得 中华民国的论述会等于台海 中美之间的论述 他还要顾及美国他接下来一定要出访 已经正在安排了 美国出访的期间 他要展现出来的这个美国也能够认同的是什么 多边主义是对的 那么多边的友好对于国内台湾来讲 当然是有所谓的筹码在 但他是不是拿捏好 政治语言要精确 他因为他出来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文字上相对也没那么精确 虽然有时候无聊比较不会出错 但是精确跟感染力跟群众魅力 这才是他升级很重要的概念 那跟党中央之间的磨合跟协调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只要他变成主场的这个主角的时候 站出来全部人都在看你的时候 你要看看你的厂子你hold不hold的住啊 你有没有那个魅力啊 可不可以往下一关打怪走上去啊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会诠释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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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